哈巴谷书 第一章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呀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 功力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义人 所以功力显然颠倒 耶和华说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幸 我必兴起迦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他唯无可畏 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 他的马比豹更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马兵踊跃争先 都从远方而来 他们飞跑如鹰抓食 都为行强暴而来 定住连面向前 将掳掠的人聚集 多如尘杀 他们鸡翘君王 笑话首领 吃笑一切宝杖 逐类攻取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向风猛然扫过 贤为有罪 耶和华 我的神 我的圣者 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韩石啊 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辟 不看奸恶 心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 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他用钩钩住 用网捕获 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像网献祭 向网烧香 因他有此得肥美的份 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盗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失常杀戮 毫不顾惜呢 哈巴古书 第二章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愿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化 虽然持延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无再持延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唯一人阴信得生 迦勒底人因酒鬼诈 狂傲 不住在家中 扩充心欲 好向阴间 他如此不能知足 聚集万国 堆积万民 都归自己 这些国的民 岂不都要提起诗歌 并俗语 几次他说 祸在 迦勒底人 你增添部署自己的财物 多多取人的档头 要到几时为止的 要伤你的 岂不忽然起来 扰害你的 岂不兴起 你就做他们的路物吗 因你抢夺许多的国 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 并城中一切居民 施行强暴 所以各国剩下的民 都必抢夺你 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 在高处大窝 指望免灾的 诱惑了 你图谋 剪除多国的民 犯了罪 使你的家蒙修 自害己命 墙里的石头 必呼叫 房内的栋梁 必应声 以人血建成 以罪孽利益的 诱惑了 众民所劳碌 得来的 被火焚烧 列国由劳伐而得的 归于虚空 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给人酒喝 又加上毒物 使他喝醉 好看见他下体的 诱惑了 你满受羞辱 不得荣耀 你也喝吧 显出是未受割礼的 耶和华右手的杯 必传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 就变为大大的羞辱 你向利巴嫩行强暴 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 必遮盖你 因你杀人流血 向国内的城 并城中一切居民 施行强暴 雕刻的偶像 人将它撤出来 有什么益处呢 铸造的偶像 就是虚晃的师父 制造者 可依靠这哑巴偶像 有什么益处呢 对木偶说 行起 对哑巴石像说 起来 那人有祸了 这个还能教训人吗 看哪 是包裹金银的 其中毫无气息 为耶和华 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 都当在他面前 肃静静默 哈巴古书 第三章 先知哈巴古的祷告 调用琉璃歌 耶和华呀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 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领到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宋赞充满大体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 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 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 凉了大地 观看 干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作为 与古事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 米殿的曼子战警 耶和华 你乘在马上 坐在得胜的车上 岂是不喜悦江河 向江河发怒气 向洋海发愤恨吧 你的功全然显露 向种植派所起的事 都是可信的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里见你 无不占去 大水泛滥过去 深渊发声 凶荣翻腾 引你的剑射出 发光 你的枪闪出光耀 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恨 通行大地 发怒气 择打裂谷 如同大梁 你出来 要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高者 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 直到锦香 你用敌人的割毛 刺透他战士的头 他们来如旋风 要将我们分散 他们所喜爱的 是暗中吞吃贫命 你乘马践踏洪海 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颤 骨中朽烂 我在锁立之处战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犯静之民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天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唤醒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吻行在高处 这歌交予灵长 用私弦的乐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